面对疫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 联合国家卫健委宣传司 推出系列宣传片 向网友和观众 普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范知识 这几天 这些宣传片已经出现在了 全国50座城市的公共场所 外出戴口罩 日常勤洗手 少去人流密集区 不给病毒可乘之机 这几天 广州国际媒体港的户外大屏 滚动播放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范宣传片 提醒着出门在外的人们 要时刻注意防护 各地的机场火车站 和边防出入境检查口岸 利用电子显示屏 循环播放宣传片 随时随地温馨提醒 北京 上海等城市的 公交 地铁和公寓楼 电梯里的电子屏 也不间断播放着宣传片 帮助更多的人 了解防范知识 提高防范意识 截止到目前 公益宣传短片 已登陆全国50座城市的 40多万块电子显示屏 覆盖了全国公共交通网络 和城市街头户外大屏 学习自我防护 阻断病毒传播 在疫情面前 保护好自己 就是对家人负负责 对社会负责 在想法令的家人负责 未经许多数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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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多数换